你們在聽的是Only One Radio 我是吹咩的阿Pat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人及嘉賓之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在瑞士的山區有一群羊 整天都不知自己在做什麼 所以叫羊咩 在香港有兩個人 整天都在吹水 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所以叫做吹咩 根據生物學家分析 逢星期二聽一聽 令人精神爽利 行氣活血 輸筋活絡 止吼止吼 生活愉快 一日開開心心 正喔 等我聽聽 逢星期二 一定要聽Only One Radio的 吹咩 Hello 回來了 超不習慣你的開場 為什麼不習慣我的開場 我們習慣一五四三二一的 突然一一二三 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大家是不是很想念我們呢 兩個星期沒聽到我們的聲音了 對呀 又不知誰之前不宣傳 現在改了兩個星期了 我們也很突然而已 他也很突然 大家是不是很想念我們呢 對呀 真的很想念你 當然啦 我想問你們這個星期 我們已經隔了兩個星期 跟大家見面了 做了些什麼 有沒有什麼特別做過 昨星期做了很多事情 哈哈 做了什麼呢 可以分享一下嗎 我們其實 外出的集合已經過了復活節 過了 剛剛是復活節之後 第一天復工 但錄音的今天 其實是復活節的 復活節假的第二天 是啊 那怎麼辦 那你復活節假做了什麼 立即反問你復活節假做了什麼 哈哈哈哈 沒想到自己做什麼 哈哈哈哈 沒有啊 其實這段時間 是看了一些很無聊的電影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也想問 為什麼你會看這部電影呢 你說 我看這部電影叫冰風喉 是不是聽到名字 已經不想看了 哈哈哈哈 而且是語集最強的 哈哈哈哈 其實你問我為什麼會看電影呢 完全是因為免費的原因 是 所以才去看這部電影 哈哈 搞笑 朋友突然通知我 說有一張免費的電影 就是看冰風喉的手影 嗯 都是新的 那個戲院 是Times Square的戲院 我真的沒去過 又看到手影 他現在是不是在頂樓上 十三樓 對呀十三樓 然後又免費 當然會一會去 又3D又等 有些人是免費都不會去 因為覺得浪費時間 也OK的 他的手影是晚上九點多鐘才做 你那些手影有沒有明星 這些這麼貼的手影 是沒有明星的 有靈毛 但你認不到他的靈毛 噢噢 對呀 那些靈毛會去 聽說這個電影 語集最強自己拍都不會 哈哈哈哈 他都害怕 哈哈哈哈 然後這部電影很搞笑的 很膠 因為他形容細很膠 大家可以如果有多餘錢 又沒有什麼時間 有多餘時間 想量一下冷氣 又想看3D的東西 無緣無故 是3D來的 對呀 即是貴一點了 貴一點的 即是要多餘錢 對呀 所以才可以去看看 那你 但其實CASY都不差 其實CASY有任達華 有宇宙最近的恩子丹 都OK的 CASY 你說純粹想看打鬥場面的話 因為恩子丹是做冰封俠 對呀 那任達華是奸角 任達華奸角 喔任達華做什麼 任達華做一個警察 但是 我說過故事出來 你也想笑到爆了 哈哈哈哈 你說 準備了笑沒有 哈哈哈哈 我第一眼看到你 我就準備好笑的 哈哈哈哈 故事好像未來戰士 Terminator那樣 無緣無故 大陸古代 不知道有四個人被冰封了 好多打得的 哈哈哈哈 冰封了 古代的四大天王 冰封了 冰封了 然後呢 北韓的金正恩說要 哈哈哈哈 然後打算運去北韓的 哈哈哈哈 怎知道途中解凍了 哈哈哈哈 聽因為中國大陸的雪櫃不夠凍 哈哈哈哈 怎樣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解凍了 沒有多少原因 哈哈哈 被冰封殺天王 弄了 哇哈哈 哈哈哈哈 一損雪 就醒了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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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但是你說四址嘛 對啊 其實三址呢 三個 三隻 和另一隻 其實原來 prowad不同的 噢 冰封�瓷子 即逼不適嗎 沒錯 marketed早就冰封了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一解凍後 記憶就回來了 立即再打過 然後又有警方又有黑社會混合在一起 然後不知道中變姦 姦面中那些奇奇怪怪 即是你以為他是警察 其實他是姦的 類似啦 類似啦 你以為他在社會 其實他是中的 聽到已經很嬌 嬌到瘋了 所以任大華就是那個警察 但其實他是姦的 對啦 然後最慘的是他沒有終結 即是說 有續集合作 I will be back 這才是最害怕的 即是你搞一集就好 搞了一個多兩個小時就算了吧 你做了第二集 那他怎樣尾聲 尾聲是冰峰還還是沒有 沒冰峰 阿任達華和阿欽子丹 兩位又翻出來 本來不適合 但後來又好像很興奮 然後就知道 尾聲結束 你知道的是什麼 那些叫做 雖然大家知道大家的立場不同 但其實我們是星星相成的 我不知道 神經病 好交同戲 看完之後整個頭都是問號 究竟是怎樣 什麼事 發生了什麼 他們是維護地球和平的 我不知道 可能是下集變超人彩虹特警 我不知道 你不要讓我猜測他究竟是怎樣 冰封有一次火燒 火燃人 金正恩這次覺得不冰封 說到金正恩 最近你有沒有看一件好笑 什麼 他的髮型 對 金正恩不是下令他的國民要留他的頭嗎 其實我好像看了大字標題 但我沒有看內文 然後我看了一幅圖 男女也要嗎 不 我不知道 其實我也沒有看內容 我只看到金正恩把他的髮型 卡在不同的明星上 然後劉德華和Edison 都受不了他的髮型 Edison應該是萬能卡 卡什麼都好像很有型 原來他也接受不了他的髮型 所以算是很有時間才看 除非 不要那麼容易看 哈哈 等於你會暗心口 就是這樣 想問一下 其實我 這個假期 第一天 因為今次日是復活之後第二天 第一天的復活節 第二天的復活節 我去到哪裡 你知道嗎 好像叫你古代理智 你去哪裡 我去大澳 我終於去大澳 我終於去大澳 大澳是好地方 OK的 我們在東涌 你的行程是怎樣 我們從東涌走進去 我們從東涌走進去 本來 本來 怎麼走一走未 哈哈 比我想像中容易 沒有那麼辛苦 不辛苦 其實那段路 沒有那麼上斜 是走得長一點 對 走得長一點 走三、四個小時 但中間也有些休息站 去吃東西 我們也吃了餐蛋麵 這是指停動作 我吃了餐蛋麵 是不是在堤坝附近的地方吃 我只知道那天要海角七號 很厲害 在爺爺 台灣搬過來 哈哈哈 海角七號 吃完之後 再走一段路 剛剛在中間 我記得那時我行山 都是指定一定要吃餐蛋麵 加杯凍檸茶 對 它是沒有凍檸茶 但我們喝了凍檸茶 也好啊 然後 走整個過程 大約是三至四個小時 如果走得慢一點 就四個小時 多 我們走得很慢 總之不超過五個小時 其實還可以 我們從九點多 吃完早餐 差不多十點才出發 十點走到過去都兩三點 剛剛入了下午茶和下午時間 對 差不多 但原來大澳很小 為什麼它叫大澳 哈哈哈 你想怎樣 香港人只有子母女嗎 真的想打你 關什麼事 然後呢 終於見識到什麼叫 威尼斯 什麼 香港叫威尼斯 噢 你見到那些水上屋 但問題是 我們去那時有船 已經是潮退了 哈哈哈 你有 因為其實 大澳有條橋 你走進村 有條橋 經過那條橋 就真的整個水上威尼斯 這樣的屋 你有沒有走過那個 有有走過 那裡 還有我們都搭到船上去看海豚 嗯 死定了 你又回到那個話題 我還沒跟你說完 哈哈哈 有看過那些屋 但原來經常被火燒 燒完之後再起身 整天被火燒 因為我看到 我問他是不是早前排 大澳不是火燭 燒了一段屋 不是早前的 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的 但我呢 他去遊船的時候 船夫跟我們說 那個不是上個月燒了嗎 又燒了嗎 對 有些是燒焦了 其實會不會很久以前 都可以燒燒了 因為這樣他們會煮食 我猜會有原因吧 對 然後我們走進去 剛剛是三點多小時的時間 總之你進大澳 提一提你買一頓蝦醬給我 蝦醬 我媽媽也不買 你要買蝦醬 我媽買 你給蝦醬的好吃嗎 我沒有特別好蝦醬 所以沒有買 我看到裡面很多 有沒有吃茶果 有看到買茶果 但我們不喜歡 有沒有喝 沒有喝紙貝天葵 買了回來 但沒有喝 有沒有走進去 有個博物館 沒有 特別看門外經過 繼續 我真的想問今年的蛋 我們吃了大大的魚蛋 但很貴 12元兩顆 你有沒有吃燒海鮮 燒蜆 燒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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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帶子 燒蠔 燒蠔 我看到 但我們剛剛喝完東西 吃完東西 又不想再吃 看到雞蛋仔伯伯嗎 看到 但我們沒有買 看到就行了 看到 也是雞蛋仔 哈哈 看到就行了 但我最喜歡做兩件事 一個是喝阿婆檸檬茶 第二是看海豚 那你們兩人都做了 對 兩人都做了 然後很大滿足地走 你有沒有看那個 大澳特有的 彈蠔魚 還有那隻 那隻 那隻蟹 我忘記了什麼蟹 不知道 是單槓 單蟹 沒有 沒有特別留意這些東西 很有趣 有多有趣 還有機會有趣的海豚 哈哈 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 大澳 實在太多人 多人到旺角 我覺得 可能因為假期去 多人到旺角 所以你下次平一 自己有時間輸入 但平一就沒有那種 那麼多 怎樣說 那麼多東西買 一樣 很油閒的感覺 我要說一件事 就是我們中途 不是有個店 吃麵 那 哦 是啊 就是 on the way 走去大澳 那 那 你不是說海角七號嗎 是啊 最深的地方是什麼 其實 大澳 反而我覺得 已經不是重點了 我覺得這個旅程裡 吃個餐蛋麵才是重點 對 過程中很搞笑 外婆和公公 原來 原來是 自己住在裡面 那裡很隔離 帶到東西進去 不是 會混進去 會混進去的 但你知道他們怎麼混進去嗎 嗯 他們坐小艇船 找東西過去 嗯 那 那星期呢 那女兒去搭船 去那裡找他爸爸 他說 然後呢 那婆婆呢 今年很大年紀下 然後我們呢 跟她說 美女賣單 這樣說 然後那婆婆說 不是呀 我叫BB 哈哈 她真的這樣回答你們啊 是啊 好可愛啊 哈哈 阿BB 這樣說 即是平時公公可能是她的BB 哈哈 人家要餐蛋麵啊 哈哈哈哈 哈哈 然後 然後 我們說 阿BB 賣單了 拜拜 哈哈 很可愛 我覺得如果活到這個年紀 就是 輕鬆 是啊 還要 然後我們說 吃飯很睏 有沒有床位租啊 然後 婆婆說 租我的床 哈哈 借你睡幾個小時 我覺得很可愛 哈哈 哈哈 我試過也是 不知道為什麼裡面呢 我真的不記得走哪個山 有一個海堤的位置 堤壩的位置 又是建了幾間士當 我們選了一間 又是對公公婆婆 好笑的 她入隊 其實她餐牌不多 我覺得那幾樣東西 兩個老人家可以煮得多東西給你 你可以選擇餐蛋 或者餐牛 或者餐牛 餐牛 我沒有了 我是搶蛋 火腿 餐肉 不會有一些那麼新鮮 對 她還要剛才開爐 然後去煮滾煮水 有時間 她都說 不好意思啊 老人家慢點 我自己煮自己煮 不 我們說要不要幫忙 因為我Bernie說要不要幫忙 不用你坐下 然後 你才看到她慢慢在雪櫃裡 拿些餐肉開罐頭出來的那些 好像你回家等媽媽煮給你的感覺 好搞笑 她拿麵的時候 你看到她老人家 手震震的那些 你真的忍著衝過去 幫她拿麵出來 然後我們跟她聊 吃完東西之後 跟她女兒聊兩句 然後她說 平日我都是回來 她女兒都很大了 四十多五十歲 然後她說 每個星期回來 我們輪著回來幫她看住 因為其實假期多了很多人 我們兩個老人家 做不遲 那樣的東西 當然 不錯 她說 我遲些退休也回來住 陪她們 這樣說 說一下而已 我不知道 但是 如果你說有間祖屋 在這麼偏僻的地方 有空休息一下 其實都很棒 有空休息一下就是 對 當是度假 因為其實那段路挺好走 我那時候走都多 行山有行 嗯 這次是超多 我看到有一群外國人 但他們說 不是說英文 說不知 說廣東話 想怎樣 不是呀 說德文 不知說法文 總之不是英文 對 不是英文的外語 然後他們脫了衣 即男生脫了衣服 穿拖鞋走 那段路 用拖鞋走 好像有腳趾的船 神經病 那女生就像比堅尼一樣走 當然有褲子 但上身就是比堅尼 比堅尼會沒有褲 甚麼呀 即是加條短褲 對 比堅尼的短褲 可能她們的腳皮很厚 我不知道 我怕她們走得出血 神經病 我比較壞 至少你是正常一雙鞋 對 但其實拖鞋一定走不到 OK 其實她真的有上山路 他們可能用拖鞋走習慣路 尺腳走習慣路 可能 不知 但我發覺這些郊外的地方 其實不單單是香港人懂得欣賞 其實外國人是很喜歡走這些山路 我沿路見到很多外國人 帶著小孩子 帶著一群狗 來走山路 所以香港人不懂珍惜這些 郊外的分野 外國人會很懂找這些地方 都是的 對 那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再回來聊 基梅 碧環城是渚朗 穿越古樨牛 節衣無感人 神經石魔可否不休 一夕一相作 醒来千古咒 君子末 眼尘一宗 日月 方至始终 转眼冰封 江山拥有 连眼睛沉默 嫉妒我写我口 一踪一劲走 只为离子 于是别不朽 今朝重生 两岸成仇 醒一三手 偷我心 我路千里 独愿人今朝 渡掉一千秋 潜伏一年 灯神在營 无权拆掌 战火重燃 台长 小丁丁你挑我机 你够班了吗 小丁丁 台长是吗 你恩住来啊 东红兽父 화2 3 青梅 有 tak 拖 azul 也 有 我们 在 在平山天水圍體育館舉行,免費入場 育之詳情,請留意逢星期四晚 Only One Radio Pair, One and Done 數英雄人物,滑汗四月二十七日 喂喂,李力,快點快點做什麼 夠了 去哪裡 上課 我們廢柴同學會今天有一個新生入學史 是給各大主持人的足球小象裏面的大志偉 他的叔叔叫什麼名字呢 叔叔叫什麼 我也不知道他的叔叔 逢星期五有我們 我不是 廢柴同學會 有 創意啟動舞台發火 只要你有火 你就可以來有台火 全新的有台火 除了有以往的一些不同界別的人之外 還會有很多新環節 有很多新的主持加入 想知道就要聽有台火 好 回來第二節 一二三道理 什麼一二三道理 你有沒有聽過這首歌嗎 跳飛機 不記得我出不人唱出來 因為我們不放歌 你每次都找我分 哈哈哈哈 每次都找我分 唱完之後 dare了 不理你 哈哈 其實每天上班下班都已經很累了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放假的時間提起上班下班 你繼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為什麼 出播出街那天已經是上班 對 你們正在上班 對 你們正在上班 其實 哈哈 上班下班已經很累了 嗯 其實還有些什麼時間 下班 拍拖有什麼活動可以做到 即是你們想知道 下班之後 要拍拖的話 已經這麼累了 兩件事都不累了 兩件事都不累了 哪件事和哪件事呢 我想問 可以特別一點 左邊的鞋子和右邊的鞋子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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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要什麼做呢 因為這樣的 其實很多時候 上班下班這麼辛苦 下班又真的想見到對方 但是如果大家又不是一起住 或者不是附近住 或者很遠的話 究竟怎樣可以見到 可能你上班在九龍灣 另外又上班在中環 哈哈哈哈 怎麼了 哈哈哈哈 沒有什麼 你說的是現實 是嗎 真的嗎 真的是現實 可能這樣 但是又 你裝模仿不知道那些 不是 我真的突然 謝謝你 那在西環 哈哈哈哈 在西環 又不是一起住 但是大家住的地方又遠 可能有一個住大埔 有一個住深水埗 那才算 深水埗路球 最遠一點 在柴灣 對 在柴灣 哈哈哈哈 大埔有一個柴灣 那怎麼辦呢 那大家約個地方出來見 或者怎樣都很麻煩 我們今晚被人見 約個中間位 對嗎 對 約個中間位 那不是怎樣 你下班在九龍灣 可能都適合到回大埔的位置 嗯 約有了一成 那究竟有什麼地方可以去 或者有什麼事情可以做呢 對 而是配合到短短的時間 對 那我見到你都抹了很多 麻煩你呀 你喜歡說是我抹了 麻煩你 我給你了 哈哈哈哈 哈哈 你先說吧 你先說吧 不用我先說吧 那麼多個都是我想的 哈哈哈 我有補充的 哈哈 其實 很輕鬆的 可以做到的 那你指定用了一定的 要先吃東西 吃東西 吃東西之後 還可以有什麼時間做呢 那 看電影 其實看電影 看畫劇 音樂劇 或者演唱會 這些都是輕鬆的 又不會很累的活動 是最簡單的 看電影是最簡單 以及最舒服的 對 你吃完飯 又不用用腦 這個挺好安排 你可以吃飯之後 看 或者看完之後才吃 就是你自己安排 現在可以上網訂票 是不是非常好 演唱會 也是 可能要撲票 如果你要看的 是 因為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看電影 或者話劇 話劇更好 時間更強一點 對 但是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不錯的活動 但是很多時候 你想溝通說話 聊天 那話劇的時候 不能說話 又不能說話 演唱會可以 但演唱會你不會聊天 因為很吵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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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什麼 哈哈 哈哈 這樣 所以 所以 吃完飯都要看電影 其實是挺好的 很多人都在做這件事 這些是 非常普遍的 還有什麼呢 然後我看到你寫 打球 不要寫什麼 嘿 看到你寫打球 但我發覺打球是很累的 打球很累嗎 對 很累的 但我眼睛真的有一些 這麼熱血的分子 可能兩個 本身都是體育底的人 都喜歡玩 可能他們是恩怨而結識的 所以繼續打羽毛球 你剛剛蒙家蕙和自己的意見 沒錯 所以說是羽毛球 例如一些我看到 會一起做健身 一起做健身 對 你去那些什麼 F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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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會看到那些 一群群一起進去 跑步 或者路跑 路跑都有很多群群去做 什麼路跑 即是街跑 哈哈 路跑 我以為你真的憤怒 路跑 為什麼路跑呢 哈哈 為什麼街頭就路跑呢 老婆街頭 對 其實街的 我看到有些人是吃飯去逛街 即是這樣說的 不是吃飯去逛街 你先知道原因 即是吃飽飯 不是跑步 不是跑步 但是是行海斌公園 在逛街 聊天 我覺得這樣也不錯 其實你也看到很多海旁附近 有很多情侶在逛街 或者坐在附近 聊天 都是一個活動 但只要不要夏天就可以了 其實不是冬天也不太好 冬天也不太好 冬天很大風 很冷 不要下雨那些天氣 但說真的 香港的場 即是場 即是怎麼說呢 海斌不是說有很多 我發覺你最多走去尖沙咀 但你那份尖沙咀有多自由行嗎 對 但晚上沒有那麼多 晚上沒有那麼多 晚上就算不多自由行 有很多情侶 即是你旁邊現在是一批 旁邊是兩批三批 就是這樣 對 大家記住了 就是這樣 要是公園仔 對 公園仔 公園仔有蚊 公園仔而已 就沒有地方坐 你見到尖沙咀 或者中環好像以前有個地方 是嗎 中環那個什麼 立法局後面的位置 立法局後面的位置 都好像有一條長廊 所以這些地方真的可遇不可求 我發覺香港走的地方太少了 所以你說想坐下來聊天 喝一下東西 那就是咖啡咖 要不就去酒店 喝杯飲料 如果大家在這裡喜好 那就是做這些 那去這些地方 才有坐下來聊天喝東西 你會發現了什麼 我覺得慢慢 哈哈哈哈 你先給點回應 你不要過來讀 我正在看 剛才我看你說學點東西 學跳舞 我一想起下班就很累了 你經常想很累 那有什麼做呢 跟你拍拖有什麼可以做 我問你去哪裡說不行 很累 很累 我可以看VCD 好嗎 可以介紹大家 裝這個小米盒子 如果你家裡 有很多家人在這裡 你們來了 一起看 是網看 可以 一起放看VCD DVD 是網看 我那天在想 我真的沒有什麼好做 你這些就是不想 人家看到 還有能力做這些 那就要喝杯飲料 比如你說學東西 會有的一起去學 有 學跳舞 但我喜歡星期六會比較多 星期六會比較多 星期六會比較多 星期六會做其他事情 這些就不是放工後的拍拖活動 星期六就是假期的拍拖活動 所以我們上次說過了 假期的 所以這次我想要放工 真的為大眾設想 原來很局限 本人也沒有做那麼多事情 然後呢 放狗其實也不錯 放什麼 放狗 放狗 或者放貓 貓很少出去 不可以養貓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牽一隻貓出去 貓很少出去 放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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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放狗 為什麼放狗 為什麼放狗 真的不知道 蜥蜴就不能放了 指定要放狗 放狗 對 那隻狗 其實只有自己走 你不明白 就是有個活動 那做什麼 今晚我們回去放Bobby 然後就回家拿一隻Bobby 放假裝 其實沒有 那隻狗回來也覺得很煩 哈哈 或者看球 晚上看球 其實多不多場 我不知道 其實你在想 我在想 如果兩個有共同喜好 可以一起看球 或者可以一起打遊戲 天水為飛馬 還有什麼 平日有什麼場 就是大家問 今天有什麼場 我們先看看 可以看看 可以看看 看香港球 但我真的聽過人 不如看香港球 因為其實 看到英超 沒什麼好看 因為你坐在看電視 其實晚上有很多球 看 滑雪我看 我看過 行程表 類似那些 其實晚上有很多 在體育中心 會開場打 但你發覺看球 很多時候 我自己覺得 你懂得 打球 踢球 那些人 看你才會有 投入感 不一定 你不懂 喜歡看球 喜歡看球 他們有喜好的球隊 也好 或者喜歡戰略 他們去看的 他們都有很多感受 很多粗口 我就是想 如果一個球員 我都不認識 其實那球球我不會看 那你能看 天水為和飛馬 你都應該認識一兩個 天水為和飛馬 是不是人 很明顯 你平時看 我認識黎子山 那個 是不是黎子山 黎子山關什麼事 韓玉霞 不是呀 那個 那個女人 是球隊的老婆 那個 黎子山 那個不是黎子山 是梁子山 兩個都吵 兩個都吵 你又比較吵 就是這樣 為什麼你現場多大 我們認識她 但是 她是支持錯 就是這樣 很慘 她老公坐牢 是嗎 不用坐 不用坐嗎 不用坐嗎 不用坐 不去澳門就不用坐 即是不去澳門就可以了 不能引渡 香港沒有引渡條例 即是那個劉聯紅都不用 不用 即是一輩子不去澳門 不賭錢 10年內不去澳門 我10年而已 很簡單而已 很簡單而已 10年而已 用什麼過 人生有多少個10年 都不是這樣說的 再考一個10年 第11年馬上去 就是這樣 還有 怎麼抹殺了我最後一個 回大陸打骨都可以 都好 即是五晚上 星期五晚上 然後立刻衝上去 然後過晚一睡太空瘡 但我發覺現在大陸讀骨 很過濟 很年大過太空瘡 很貴 以前我們剛剛去大陸讀骨 其實是一對一 最少一點 我們港幣是貴一點 剛剛去的時候是很便宜的 對 所以覺得便宜才會去 人民幣一邊升一邊貴 現在一邊升一邊貴 但其實價格沒有怎麼變 而且服務費貴了 是嗎 是小費 以前你踏腳 可能給你10元 然後她說 不行啊小姐 你30元我們最少可以收費 最少小費是要30元 現在這麼困難 現在反過來問 我們寫其他不行 那下次一些小費 一定跟她說 我一杯茶飲員我要 吃完西瓜再吃 超級叫她做事 就是這樣 我發覺原來都很差 現在出飯一次大約 你預約 400元 吃完飯 去一轉大陸 大約400元 差不多 那真的坐過船去澳門算了 對 其實差不多 但不行 你去澳門吃完東西 也超過400元 但你起碼開心過 大陸 那些東西 都不同的 什麼油 什麼肉 都不同的 不同的 一個有骨頭一個沒有 對 爽了一塊 就是這樣 還有沒有 沒有 沒有 假期活動 這些小小的提議可以 帶給大家 讓大家參考一下 什麼 OK 你知道我們是在做節目 你覺得是沒有用的 我們沒有表情 你是不是沒有了 你有需要補充的 補充了些什麼 補充了些少少 其實我覺得 現在是夏天 很多時候 大地帶來雨水 不 因為夏天 外出會覺得很熱 去旺角有很多人 旺角有什麼行 就是去兆曼 我都說你是男人 一說一說兆曼 正常女生說旺中 那男朋友不會跟你去旺中 不行嗎 不行 那就要你陪他去兆曼 唯有陪他去兆曼 或者去浪浩坊 走到沒有很累 就唯有去尖沙咀 走到很累 走到尖沙咀 那有什麼地方去 想不到什麼地方去 然後 其實建議大家 真的可以走一下商場 可以適量 冷氣 很涼 神經病 其實你也要找地方去 找地方去 你根本不是找地方去 你根本想找地方去 你根本想找地方去 對 盡量不在街上 所以我誠意給大家 有一城 有沙田市中心 沙田市中心 沙田市中心不是更多人嗎 多人 但是有冷氣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這些地方 發掘不同的商場 不同的商場 我知道哪個商場 小人 甚麼 Elly文 小人嗎 小 沒去逛 Elly文是小人 但是你那些店鋪 你不能進去 對 進不去 看電影 OK OK 還有 我開心 我開心 原來很多東西走 對 大家可以有空走走 好 好 稍後回來再說 是啊 嗯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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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Woo 让背后的街 茶座粉末 找一个生意 海港 再过生活 让没在这裡 不翻迫 搭一架小霸 宽那荒野中隐瞒 若究实自有事还割 只不过假笑假呼拿 就任何或是空向索 司机你准我皆好久 让背后的街 炸作粉末 找一个新的海港 再过生活 若困在这里 不快活 搭一架小花 于那荒野中仰湖 让我离开吧 能够离开吗 我内心虽讨厌 但这仍是假 让我离开吧 友好风景吗 快月开的到时 梦天啊 第34届全港公开排球感表赛 2014 女子月祖的赛事已经展开 4月27号 冠冲体育馆将会进行第3轮的赛事 中午12点半的时候 将会由飞雲对Victory 记得去支持一下Jason Sir和他的Victory 至于想知道更多关于排球的资讯 就记得留意VOLIE IN ACTION的节目 我左手是冲上云霄 右手是on call 36小时 左脚是亚洲先生 右脚是香港小姐 我是为大家分析电视电影的 白士特影视专门店主持人大蛇 逢星期三上线 一个人物 一个地方 一段故事 组成我们的香港历史 逢星期日 Only Run Radio 有香港小学会跟你 港人港地香港地 无明事的歌唯一访谈及音乐节目 主要 喂 现在在做什么 我请你回来录精告 请你回来背书 你走开我自己录 无明事的歌 每月逢第二 及第四个星期现场 咦 这不就是隔个礼拜一次 哦 Welcome to Listen 有人说港逆四位游 咦 这不是一个巴士和铁路节目 听钟门 不要搞错 我们会带大家看看 向香港的南边 有哪里有那么漂亮的海鲜 去到北边 原来有那么多牛杂 原来是那么新鲜的 去到京都 会带大家去看看 有哪里有漂亮的豆腐食 还要是很便宜 三百多日圆交易 吃过午餐 在东京站附近 究竟哪里有最便宜的便当 让你坐着新干线 慢慢享受呢 总之 无论东南西北 香港还是日本 东京还是大阪 我们都会带你去 港逆四位游 星期六晚 Only One Radio 我是领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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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来了 在后面 在后面已经忍不住 踹了你一锅 哈哈哈哈 拉我去 一边 踹我一锅 我们回来了 我们还有什么话题 今天就 好像文婷 还有什么话题 可以提供我一些话题 不是呀 刚才跟你说 你问我有什么要自己补充 我要自己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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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分享我做的什么 我也要放假的 你去大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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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大澳 你去大澳 哈哈哈哈 看完海团截人家 哈哈哈哈 你去大澳 你去大澳 因为 很无奈地 最近入多了余景湾 嗯 为什么这么无奈地 因为 为什么很无奈 余景湾很好 余景湾很好 但你每次都突然进去余景湾 OK 没有计划进去 但每次都去不到高雄星夕湾 红星夕湾 我去过了 红星夕湾好有趣的 有多有趣的 但是余景湾 那里不是红星夕湾 对 红星夕湾 是红星夕湾 台长 余景湾一个是红星夕湾 还是红星夕湾 红星夕湾 红星夕湾是南沙島 对 是吗 那余景湾一个是什么 那就是月月景湾 那你还说什么 红星夕湾 红星夕湾 不是呀 那海湾是什么 自己 那叫余景湾 我继续不理 我继续不理 红星夕湾 红星夕湾好像南沙島 我还有印象 不要试试 那就是余景湾 你继续 我还有印象 走到出去的中间 还是到腰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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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没错 但是我不能拿到余景湾 和红星夕湾 我不能走过去的吗 哈哈哈 你不要放弄那么银 你可不知 可不知crazy 将来要拉马上来说 你永远都去不了 咦 你去余景湾干什么 我要去红星夕湾 在哪 你永远都去不了 神經病 不是 我是因为有朋友在里面住 嗯 其实多了找他 嗯 然后呢 那进去呢 每一次都是度假 进去吃个饭酒 嗯 整件事是不是很奢侈 不是啊 但是也近你啊 近我 I mean近这个地方 近 就是我们这里入余景湾 是不是也是近的 哪里啊 啊 没事了 你想怎样啊 不是 中环去余景湾 虽时多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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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久啊 半个小时啊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中环搭船入余景湾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左右 那都可以啊 都不是很远 不太久而已 我没试过 可以发生这件事 在我身上这么久 以来我不会突然跟你说 Rachel 去长州吃个饭酒 你不会的 哦 是因为你不会的 你会的吗 我现在就试一下 你会的吗 我会突然去长州 南瓜都会的 你真的会的 你会自己吃个饭酒 因为我家旁边 就有一只船 直接去到 我忘记了 南瓜都是长州 蛤 香港真的有这么方便的东西 是啊 有时和家人都会过去 真的吗 是的 我家旁边的 就有船去的 即是你家旁边没有东西吃 但你们会坐船 南瓜都吃 久不久 不是整天 但有时和家人都会这样 很奢侈啊 很开心 我没试过 有多奢侈 你明明突然乘船去吃东西 我不会的 那我奢侈了 突然进来录音 我奢侈了 车程可能更远 哦 那也是啊 所以你每星期都奢侈 是啊 所以两个星期 所以 那如何呢 余景湾如何呢 余景湾是一个 你不用去旅行都可以放鬆的地方 你要海 它有海 你要有海边茶座 它有很多 嗯 非常好 有外国 赤柱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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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柱都可以游客 余景湾没有游客 他没有景点 是啊 他没有景点 你起码不会见到那些绿绿的绿绿 但余景湾好像是有个位置 他不是看到的士尼的烟花 是啊 有一间餐厅是看到的 我记得 我平时没有见过 但坐船进去的时候 他会经过看到的士尼的堡壘 因为有次跟朋友就说 多从余景湾吃饭 顺便看烟花 为什么会去余景湾吃饭 他说8点多钟 那里会看到的士尼烟花 是啊 那间法座餐厅都相当多好吃 好像說價錢不太貴都可以 那下次你可以試一下我 那你不要吃午餐,不如吃夜晚吧 好吧,這件事不要煞到我身上 我下次跟你去 那就是 還有我去了梅窩,在你去大澳的同事我去了梅窩 梅窩有些什麼玩? 其實整件事就是原本打算進南丫道 因為南丫道感覺比較多 搭錯船 不是 會不會發生這件事在我身上呢 我覺得有這樣的可能性 不是,搶了手機上去的紅盛營運動 是打算去南丫道,誰知道南丫道是排長龍的搭船 那太恐怖了 你已經想到你進南丫道的遊潮有多多 等船,有這麼多人的時間 所以我就立刻轉態,附近有什麼碼頭可以選擇 那我就選擇平洲還是梅窩 平洲我和你去過 實在都是沒有什麼,更加沒有東西 不記得 地質公園 不記得 地質公園不是只有那間士多 然後我們找路要上 那裏叫平洲 平洲沒有人嗎? 有,有人有居民 但我記得上次去平洲是很荒謬 一個人都沒有 只看地質公園 其實會不會有居民在那裏? 不記得上次的士多老闆娘說我們看報紙 什麼看不到地質公園 你們想看地質公園的報紙也有 我們都拍出來讓我們看 不記得 你去這些地方不記得,你都沒有去 我只記得有地質公園 但附近不是一個圈 不是圈 平洲不是應該有些像長洲那樣的園居民 都會買一些地產 地產 不是 那些叫做什麼? 土產 土產 你真的完全沒有印象 對於平洲這件事 你記得在石灘拍照嗎? 平洲還說有兩個圈 一句叫東平洲 對,我不記得 其實這些地方名字 我很難記 不是,你好過我 因為我每次去都是別人帶我去 所以你帶我去哪裡我都不記得 好啦,算了,有他了 於是就不選平洲,因為我去過 於是選梅窩 梅窩的感覺是比較久沒有去 而且他近一點 他近一點大嶼山那邊 我覺得是比較繁榮的一個離島 那於是就進去吧 這個我肯定,因為我寫下了 裡面有一個海灘叫銀礦灣 你有沒有印象? 我沒有印象銀礦灣 銀礦灣 為什麼我們要認識? 有沙魚那裡 對呀,你提出一個主題 以前不是就有很多沙魚 以前嘛,現在是防沙漠 所以沒有 我告訴你銀礦灣,你沒人不認識 因為南亞有很多人 所以就轉移了去旁邊的碼頭 就是去了梅窩 梅窩OK的 Bachel 算大澳之後,你可以想想去梅窩 但是有些人不是說 昨天要拜山 拜完山之後不可以去 我拜全日的嗎? 對著山墳下不足全日 我不捨得走 又不安裝我們 我安裝了,我在東涌的另一邊 謝謝,我們昨天沒有見過面 你們這麼開心,你們有遇過我嗎? 算了 有些人問自己 你們現在不喜歡我 有他 對呀,很討厭你 對呀 所以我不去 對呀 梅窩找了一間很好吃的餐廳 原本我男朋友帶我去吃其中一間餐廳 原來他四點多終於跟你說,他已經收店了 四點多就收店了 於是找了另一間 我找了一間月色茶餐廳的食物 其實茶餐廳格局,但裡面是吃越南食物 是很好吃的 是甚麼好吃的?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好吃的 撐 撐 你在說甚麼? 不是,那些越南食物好吃 那些越南食物好吃 都是曬,都是曬,你自見提供 餐廳的食物又沒有 下次吃甚麼又不知道 越南食物,為甚麼?下次帶你去吃 都是曬,都是曬,都是曬 是這樣的,裡面有一個辣雞堂夢 算了,不算了 不記得了 說完都不記得了 好了,我們轉個話題了 要我們回到甚麼呢? 對呀,想問你 如果讓你學習,你現在有甚麼想學嗎? 甚麼?你有甚麼想學嗎? 你是說跟我一起學po dance 對呀,但不知道誰說還沒有時間 好像不知道多少月才可以 對 是不是不知道誰說的? 對 不好意思 誰呢? 對,誰呢? 那個導師 沒有呀,其實最近很想去學一些東西 因為覺得有點…怎麼說呢? 開始悶了 覺得要充實一下自己 看書也是不夠的 我發覺 開始覺得自己沒有甚麼內涵 對呀,要充實一些 其實最近,也不是最近的 可能會幫助別人做一些私儀的性質 如果你面對一群人要說話 其實年初我已經說 很害怕,我想克服這個困難 對著一群人說話 不知為何耳朵會變紅 那些說話會打完結 你叫我平時聊天沒有問題 但對著一群人說話 對呀 對呀 就會很害怕 平時我也是要認識你的意思 對呀 對呀,只有你 其實你一直都需要那群人 對呀,所以我現在要學習 學習如何在別人面前說話 而有信心一點 那我就報了一個課程 是做私儀 對呀 終於報了,現在市面上也有很多這些班 其實香港是有私儀學會的 其實有的 但它的收費真的挺貴的 一萬多元,十堂還是十二堂 其實那些是課程 就是課程 有課程 其實我覺得不需要那麼專業 要讀課程 其實沒什麼用 其實我是想訓練自己說話 或者是做私儀方面OK的 那課程來說 有沒有課程對於醫學來說 都不是重點 但是讀課程的原因 是有些人想著 我讀課程 有課程的話 我就可以有個明目去工作的話 就會有費用 會收到 因為現在很多地方都要私儀 例如簡單地發佈會 產品發佈會 就是要私儀 或者是一些簡單的分禮 做私儀 一萬到三千元 私儀 知道價格 知道,三千元左右 你可能要大型一點 你說記者招待會 真的有私儀在說話 每個人都要 所以 為何無線呢 很多人 知道華裔小姐 不如 我突然忘記名字 有她 有重要的 她是外國回來 華裔小姐 然後無線 混得不太行 但經常看到私儀活動 看到她那些 因為她們英文 中文都OK 就會去到這些地方 我們做私儀 這樣的情況 所以 有很多人 開始留意 原來這行 好像有個需要 其實不僅私儀 她們是做了 訪問的主持 即是她們一旦有外地人 就會推她們出去 做訪問 原來私儀 都分很多級數 簡單一點 你只是做活動的主持 但高級一些 所以其實要做一個 我們叫做facilitator 就是moderator 我忘記了 總之有一個人 在這裡 其實需要跟嘉賓有對答 有些訪問 形式會問到她 找一些嘉賓的內心世界 出來的類 可能我有個發佈會 有個論壇 這些是私儀課程學的嗎 都會有這樣的東西 提供到 要你學會怎樣訪問人 你剛才說這件事 我想學 就是找別人的內心世界 就是訪問的 類似也會有 這是我所寫的 我想問採訪 我不知道這個課程會不會教得到 我覺得私儀課 這個只是賴過一個小東西 我想著重地學的 不是這種課程 你幫我找一下 如果採訪你自己 可能是浸大 那些新聞系的 我想吧 那些新聞課程 我讀過Degree嗎 那不用Degree Diploma也可以 Diploma也可以 我正在採訪 對 首先報了這些課程 而成效是怎樣 就是上了課程 才和大家分享得到 好 還有什麼呢 所以這就是最近想學的東西 你不是想你報了 挺好嗎 對 那希望 希望可以 什麼希望可以 I mean 希望真的有 你一定有得著 告訴你 你不會沒有得著 學一樣東西 你也想他有得著 如果學完 因為上課程 認真的 所有東西 不多不少 你也會有得著 帶走 只要是有福還是沒有福 希望 因為其實我也上過一些不少的課程 上完等完沒有上 不如我自己看書 好過上課 我有時候很怕這些 所以 很害怕 但看書我會忍不住放棄 但你上課不會 因為我有時 上記憶班課程 對於你來說 不會有用 對於你來說 不是 你也學了一個技術 但你真的能用到 或者你記不記得 又是另一回事 真的 講那個人 講得超差 然後你發覺 你在哪些地方 譬如圖書館 商務 你買一本書 都已經覺得比他好 這麼嚴重 對 所以我發覺你也 上課看地方 就是這樣 我想問你 為什麼你會想學Pole Dance Pole Dance 是因為 其實我那天 你是不是自從看完布吉 還是哪次之後回來 你突然很想上課 難怪 是因為 有次聽心機 心機裡面 有一堆Pole Dance的女生上課 然後介紹這件事 其實整個課程中 只有女生 其實簡單的 你看看 Joseline 蔡依林 你叫 Jolin 我忘記了 Jolin 她也有時候玩Pole Dance 那些 高難度動作 其實跳得漂亮是很難的 我發覺 然後聽到心機介紹之後 然後又上Instagram看 有些Instagram 現在有影片 你知不知道嗎 不知道 我沒有說Instagram 我有一個朋友 我有一個朋友 他看Instagram 他還停留在 但只有上片的階段 其實Instagram已經可以拍片 他就好像Pole Porter 看一看 咦 為什麼那些人會動 他覺得這件事很詭異 對 所以在那裡 我掃到Instagram 那時候看到 多少人喜歡 最多人喜歡的東西 有一段 就看到Pole Dance 跳得很漂亮 那女生跳得很漂亮 因為我們看過 所以有興趣 究竟試試看 我們現場看過Pole Dance 在澳門 我那時候也是覺得 很厲害 你覺得他的技術很厲害 你覺得是厲害 你不覺得是色情 對 你會覺得 為什麼他轉得這麼流暢 大腿不絕 那支管 但他很Smooth 他形狀很漂亮 每一下動作 放在那裡 你會覺得 整件事你會覺得 哇 他是想拍握手 你不會覺得色情成 對 原來我覺得 挺厲害的 對 然後我看過什麼節目 那些 台灣的旅遊節目 女支持人是去採訪 剛好採訪到 那個是教Pole Dance的女人 很漂亮 又是跳得很漂亮 他教她一個初學階段的小段 都學得她很辛苦 對 其實是很難的 其實你想想 你用腳 腳關節的位置 因為她夾著那一處 而保持全身 你想想 你腳夾著的力量多大 不錯 挺辛苦 但是 其實我也希望試試看 看看行不行 對 我懷疑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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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瘋了 但是我看久了一點 我做些研究 發覺原來Pole Dance 都有分兩種 有一種是不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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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兩個技術 學的時候就要看你想學哪一種 當然 再一點點 我還沒看到 首先 學都沒學過 就先學一些基本的 當然先不動 連圈子也會動 但如果圈子是動的 那會比較容易 即是自己不用轉嗎 是嗎 我不知道 你連照片都沒想到 就轉了 那不就很害怕 你都沒穩定的人 然後就轉了 我不知道 然後我會不斷叫你放手 同學你都要放手 你明白嗎 他在動不敢 那你怎樣 真的不知道 但我覺得 有興趣去試一試 看看會一會是甚麼 對 我覺得這個有趣 如果很難的試一課 算了 我還是不准 這個真的有趣 對 那還有些甚麼你想學呢 我之前見過 那個是甚麼 香港話劇團 他推出了一些新的班 他好像以前沒試過有舊班 他有話劇班 編劇班 不知道為什麼很有興趣 他去上課 我記得是甚麼 演藝人鐵會 不知道甚麼 都最近是 演藝人鐵會 演藝人鐵會 應該不開班 有的 好像有課程 你看JobsDB 不知道是甚麼 球職版 他有讀編劇課程 因為我試過 曾經年少的時候 是上個工作室 是演藝人鐵會 是本來的畫劇團 他開班出來教畫劇 跟同學去 然後 可能那班不適合玩 即是 他們那些 所謂的實驗 畫劇 實在就不太適合我 那杯茶 他學會 是第一天 你去到 然後 叫你 自己想一個動作 想一個動作 想一個動作 來介紹自己 即是你是學演戲 還是編劇 學演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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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第一天上課 他就跟你說 好了 每一個同學 我們是不用說的形式 去介紹自己 你要想一個動作 來介紹自己 那些是神經病 那些是學演戲 那些是甚麼 那些是break dance 突然轉圈地轉圈 然後咬他後面 即是跟他說 我是誰 因為都正常 那你畫劇 除了用語言表達 你還用身體 但 想想 你完全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好像你現在 我會假裝 那就OK 輸了 全世界一定認得你 他要你介紹 你沒有分輸 就不輸 你介紹自己 你沒有說輸了 就贏了 你心想做甚麼 神經病 如果像你這樣 你真的會覺得弱智 你自己對不住自己 那你終於是怎樣做 我想問 不想說 我不想再說出來 由他 然後 其實 真的 認真的 你做畫劇 你也是兒童畫劇 兒童畫劇 看不明白你的大跳 你扮Cue 你扮Cue 很可愛 我是熊仔 嘩 然後 又要想一段 幾個人 一群組 想一段 劇 然後做出來 你的同學一定有很多意見 他們說想 現實生活一點 想一些現實生活 你會遇到的情景 做完那齣戲之後 我簡直覺得我以後也不會回到公眾室 那一班同學很瘋 已經不想再說 你第一天上課 不是第二天 第一天上課 他們那群人在想甚麼 地鐵非禮事件 甚麼事 怎樣 第二堂 怎樣地鐵非禮事件 怎樣地鐵非禮事件 為甚麼 你看 無線劇都是這樣 從口味 對 我接受不了 所以我就不想 可不可以去一些正規 但為何你現在又想學畫劇 一個人開啟了 一個人開啟了 開啟了 隨時上台脫衣也可以 不是 可能是開啟了很多東西 看多了不同的東西 你會覺得 其實這件事很有趣 其實不一定是畫劇 譬如編劇的人 我覺得 如果 可以寫故事件 好像挺開心的 這件事 都配合我一直想出書的理念 都可以 那就去做吧 還想些甚麼 好 繼續 很多東西想 人生現在很多東西想 還是想 我遲些答案 然後呢 最近 也不是最近 其實 想想想 究竟有甚麼要學 其實學琴也不錯 我很想學鋼琴 學琴也不錯 因為有一個朋友 就是如景碗的朋友 彈琴 曾幾何時 她都跟我聊過 其實學所有樂器之前 學鋼琴是最好的 所以一直想學鋼琴 好像有幾個氣質 有一次在大陸吃泡妃 突然有個女生 在外面彈琴 然後她覺得 這個泡妃好像很興奮 有個女生彈琴 那個女生又好像很漂亮 不知道是甚麼 中婚 然後頭髮有點拱起 整件事很優美 你忍不住女生 看女生 都覺得很優美 她就覺得很想學 但我發覺 現在這個世代 不知道為甚麼 男生學鋼琴的比例 是比較多的 因為最近 你認識了幾個人 幾個男生 大二十多三十歲 其實她也是懂彈琴 很厲害 雖然不是說 有很高的級數 所以我們很明顯是追女生 可能是 我弟弟也可能是追女生 但我們逼她追女生 因為那時我們逼我弟弟 學彈琴 其實 那時候 鋼琴王子的年代 人都覺得 男生學鋼琴 不需要很多級 不需要演奏級 其實普通五級 已經彈得很好聽的歌 所以男生彈琴 很帥 那你覺得是你學 還是男生學 我看見他這麼帥 我又想學 很帥 因為我們就是彈來彈 你狗哥很帥 但我經常在想這件事 你學鋼琴要練琴 你不可以不練 你家裡就有一個琴 不然你要去琴室租 買電子琴 一千多元 放在床頭嗎 放在地上 用腳趾試彈 或者租琴室是不錯的 可能三百元 就租多少次 給你彈 很難 我經常覺得 租和買一部鋼琴的比例上 好像不划算 不划算 那你開了學 你又不知自己是否有興趣 就租琴室去演 對 就這樣決定 學鋼琴 快去 學鋼琴吧 還有什麼要學 學鋼琴 其實我這個不是想 不過我是覺得 我見到有人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都不錯 合唱團 以前讀書 也有這回事 合唱團 乖 我有朋友同事 應該是舊同事 他一直放合唱團 你喝錯了什麼 不是很苦 真涼茶 你這個不是假涼茶 跟大家宣布 我很喜歡喝假涼茶 但他應該這次買一瓶真的涼茶 很苦 然後呢 他學合唱團 唱到現在 畢業繼續繼續唱 他就會補佳音 去出show 其實信教的 很喜歡 其實他不是信教 但他的合唱團是會補佳音 亦都會去其他地方做一些表演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開心的 可以保持一班朋友一起唱 即是你打算去學唱歌 不是 我不是很想去 我是說有這件事 你見到人 我覺得這個 這個學 這個怎麼說 課程 不是課程 課程 不是課程 課程 這個可以 我明白 你不覺得好嗎 然後前陣子 有看過別人錄音 他們錄歌出碟 我覺得 挺開心的 一班人一起 譬如你 一班人圍轉唱 剛才音樂好像滑了 好像在看巨星那些 我覺得 這件事又好像很帥 你有沒有報過街音 沒有報過街音 你有沒有加入合唱團 有 有 那你覺得合唱團 你自己是否享受 那時 學校的時候 不享受 對 對 沒有 因為讀書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煩 不認識人 要別人放學 留下來很煩 可以練歌 然後出去比賽 然後突然說 你唱錯了 你應該唱高音一點 我怎麼會分 你當時 是會倒閉的 因為她分了 女低音 女高音 對 低音和高音兩邊 對 你練習的時候 一定會練低音 或者練高音 但我當時 懶惰 為什麼別人放學 可以回家看閃電傳真經 我要留在這裡練唱歌 你不是很生氣嗎 尤其是不享受 然後別人放學回家 我就去了第二間學校比賽 對 那怎麼辦 你會很不開心 又不是跟自己的朋友在一起 對 又五個 但我沒想過 後續就是 如果你保持一班朋友 可以這樣繼續唱歌 其實 在你往後 一些很沉悶的上班生活 其實是很好的 這件事 這個是工作的娛樂 對 工作的娛樂 不是 這個就是另外之後 是一個平常好的 即是有些人去唱歌 有些人去合唱團 但有件事不好 那個朋友 他唱合唱團 出去跟他唱歌 他永遠去合唱團的聲音 跟你去唱歌 這件事你會覺得很害怕 說起唱歌才搞笑 有些人永遠都在80年代 無論唱任何的歌 他感覺上很80年代 他唱歌 即是他用一腳為名 他唱歌 即是你變成 無關為名的事 是因為 可能那個女生唱歌 我知道 平時那些巨星比賽 然後下面的評判就說 你的唱歌不夠時代感 對 現在不會有人再這樣拉高的音 對 很夠 你看 你也是適合八十年代 唱得很好 但唱現代 有點奇怪 很奇怪 原來真是感覆得很好笑 我肚子亂 很搞笑 上次那個女生唱歌 他唱那些關屬而淚 那些舊歌就很好聽 但一張唱康唱twins 就錯了 錯了 所以原來也是這樣的人 他應該唱關局應 講開學習 其實我有點想學網球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原因是 在家旁邊有個網球場 你很無聊 你撿球了 我覺得網球的活動好像 挺好玩 你有朋友認識的 他的教練都好 什麼 我的朋友現在沒空教我 哈哈 但是 我想想想 但這個網球真的很大力 是啊 我這樣想過 所以我沒吃癢 你一放工就很累 那你怎樣去打網球呢 但我覺得 場地比較大 感覺上 真的好像在運動 對 還有絲琴糕 穿著短裙 我有個朋友 他本來打開羽毛球 放工打羽毛球 嗯 打打一下 他說 不打羽毛球 羽毛球場很貴 30元半小時 我現在打拼 乒乒乒乒乓球 乒乒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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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乒乓球 乒乒乒球 乒乓球 14元 乒乓球 免得多嗎 為價錢而千就要運動 很可笑 我覺得 反正什麼都懂 所以我有興趣學 如果有興趣 如果有時間 如果有能耐的話 也想學一學網球 好啊 是覺得這件事好像有錢人的玩意 關什麼事 你就學Golf吧 Golf是泰國伯伯 Golf才有錢 傻珠 泰國伯伯伯的感覺 對 我不認識 不是14歲不是適合你 你要玩年輕人 不 你要找年輕人 我要玩BB年輕人 對 你要玩的就是要找你 14歲的我真的不行 不是BB的 所以我沒有興趣去打果爾夫球 但網球你真的要很大力 因為我試過學網球 我一拼手打球 把球都飛出去 因為你抓不住的球 就飛出去 所以我想過 可能是秋冬天才學打網球 你滑吧 因為秋冬天沒有那麼曬 而且還要蒸著 你想得來應該差不多 對 所以這個是 下一季的厲害活動 那你找室內的波 來學習就行 冰冰波是室內的 我喜歡冰冰波 我猜就算了 雖然來找冰冰波很厲害 是嗎 你找冰冰教你 我試試 我在楊榮山中找 你說學網球 我願意開始學習碧球 碧球 為何可以玩碧球 因為我另一半學碧球 我常常覺得碧球 那他教我 有私人教練 我常常覺得碧球很自閉 那他本身自閉 他人自閉 我陪他在一起 學一些自閉活動 但他沒那麼自閉 有這樣陪他嗎 因為他對著四棒牆打 不是三棒 三棒牆打 我試過玩碧球 我玩碧球 我就玩 扔出去 然後呢 我避開了波 哈哈 哈哈 即是他反彈的時候 你會避開 哈哈 哈哈 我只怕他打到 神經病 閃避球 自己對著牆打避 對 撿回來再打再避 哈哈 你這個運動可以的 我有嘗試過打開 但我打不到 然後避開 哈哈 哈哈 你又不喜歡飛到哪裏 哈哈 我讀書的時候真的打過 但我記得當時 打到他之後 他掉到地 完全沒有興趣去找 哈哈 他為什麼打不回來 是否你的球是不夠氣 我怎麼會知道 他夠不夠氣 這麼小顆 可不可以打開他 我不知道 我不會分辨他夠不夠氣 我不知道 你知道當時有很多規矩 不知道要先彈上 旁邊的牆哪條線 下來再打過去 簡單一點 打到他再打回來 應該都已經結束了 規矩那些 我管不了 所以那時候跟你一樣 這個運動這麼自閉 怎麼玩 哈哈 不是 香港有個逼球員 女生 叫什麼名字 不知姓趙 嗯 她打起來都好像 都好像不太自閉 哈哈 哈哈 你可不可以再說一次你的評論 是啊 趙永元 她打起來好像不太自閉 她打起來也不太自閉 她 我看過她 她的新聞會報的 會拍她一點點 打的時候的樣子 也不太自閉 哈哈 哈哈 她雙打 她不是單打 哈哈 有雙打 但雙就不自閉 我唯一無求令到 事情不要不自閉 OK 兩個人打會不會 好搞笑 如果自己打真的很自閉 不是 因為我試過打碧球 跟朋友打 然後她打 我打就打 那她現在很亂 哈哈 誰打 哈哈 然後開始你就比賽了 對 然後你打什麼 我不打 哈哈 很搞笑 玩閃碧球 哈哈 所以自此就對碧球沒什麼興趣 哈哈 不過有好處的 什麼 她也是在冷氣之下玩的 對呀 對呀 OK的 不是很熱的 很多都會 你排球、籃球、羽毛球 全部都在室內 對 但是在籃球 你一堆人玩 你不會兩個人玩 哈哈 羽毛球也是兩個人玩的 什麼都是自己一個 拆了一邊 對場 好自閉 不行 接受不了 你運動是想跟別人有communication 明明迫球這個就不是 哈哈 其實擠球有沒有單人賽 我想問 一對一 為什麼一對一 為什麼一對一 就打就打 就打 即是為什麼一對一 即是我對著牆打 我知道 左右啊 左邊那個跟右邊那個打 即是我打過去你摺回 你摺回 你摺回去我就摺回你的球 哈哈 其實擠球沒有 你現在怎麼摺回 那她還是不是擠球啊 對呀 那你只能打一張牆打 對 你只能打一張牆打 你只能打一張牆打 你明白嗎 哈哈 OK 即是她沒有雙打 有雙打的 有嗎 擠球雙打的嗎 蛤 她這麼小的 還有四角嗎 這麼驚訝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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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我不會玩 有四角因為我擠球 真的像鼻球 她真的像鼻球 不是啊 其實我怕穿鼻球才是鼻球 哈哈 向後抽的時候 哈哈 我明明記得擠球場很小 很小 對呀 玻璃門走 哈哈 2號選手退出 2號選手退出 神經病 怎麼打 好呀 大家都想一下 究竟有什麼活動可以玩一下 因為 在平淡的生活中 我們要製造一些轉期 哈哈 好 完了 哈哈 快點關掉吧 喂 提一提大家 我們現在 為什麼好氣 喂 提一提大家 我們兩個星期出一集 對呀 現在是逢 兩個星期的星期二才出一集 逢兩個星期的星期二才出一集 對呀 大家留意著 下集見 拜拜 喂喂喂 我有話說 來到一年一度的復活節 就想起 我們小時候的童年是怎樣的呢 我很慶幸 小時候的童年 我有復活蛋 有復活蛋的朱古力 陪我過 有很多人 在家裡 遭出了 天蠍蛛 又是 不要再靠近了 別人 在家裡 帶我去經歷一個很奇妙的旅程 由WALL IN ACTION 主辦的 VIA Super Volleyball 2014 已經開始了 在 2014 年 4 月 23 日 星期三的晚上 將會在元朗區進行兩場賽事 頭場 8 點 15 分的時候 將會由 幽進迎戰 匯青 B 隊 而在晚上 9 點半的時候 將會由 匯青迎戰 旭青 至於想收聽其他關於排除的資訊 記得留意 VALL IN ACTION 吧